羽球密碼的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王博醫師 終於又來到了我們這一個 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單元 運商防護玻璃災 今天非常榮幸 請到我們骨科一個我非常敬佩的學長 陳大醫院骨科醫師 柯博彥醫師 歡迎他 那因為我們這個單元是羽球密碼 那我們相信很多的觀眾 本身就是會有一些打羽球 打網球 甚至打桌球等等的運動的嗜好 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常常聽到一個疾病 叫做網球軸 那網球軸這一個疾病 是不是就如他的名稱 都是打網球所造成的呢 還是說打網球打野球 還是說他是不是這麼的單純 柯醫師呢 他的專長包含說 竹 手腕 以及他的手肘的部分 這一些的一些疾患 包含我們這些竹懷的這些矯正 以及這一些竹懷 腕軸 這些關節的一些關節徑的處理 看起來很像就是我們魚頭都常常會受傷的地方對不對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這幾個竹懷 竹懷 腕 肘 對 竹懷 腕 肘 常常聽到一個疾病 叫做網球軸 那網球軸這一個疾病是不是就如他的名稱 都是打網球 所造成的呢 那網球軸這個是蠻特別的 他跟我們一般認知的那種疾病運動傷害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它其實是跟我們的一個 基建的一個重複過度的一個使用有關係 我們並不一定要打網球或打桌球 這些實拍的運動才造成 像是我們長時間坐在電腦桌前面打電腦啦 或者是搬中午啦 甚至你炒菜 那鍋彩 這些在夜市上班的這些民眾 也有可能都是高風險多群 OK 所以這種疾病它不是只限定於運動選手 甚至我們一般人 長時間使用電腦 或是長時間使用手部的 都會有這種疾病的可能 也可以說羽球走 也可以說炒菜走 不要下班好嗎 呵呵呵呵呵 只要長時間使用就會很容易 變成這種疾病的造型 對對對 不過這是它一個通名 好那學長我們知道網球軸 這個是一個比較大眾的用 它的主要的學名 主要的名稱 那我們是叫做什麼樣的名字 這樣 一般在醫學上 我們會稱呼叫做公骨外科炎 就像我們最疼痛的位置 我們公骨啊 有分成外科以及內科 對對對 那網球軸疼痛位置在外科 在比較外科 所以就是公骨外科炎 除了這個公骨外科炎 也就是我們的網球軸 它除了剛剛學長所提到的 運動型態 或者是說一些工作型態 日常生活中的型態之外呢 它有沒有什麼樣 其他造成的原因 詳細的原因是什麼 最主要還是跟年紀有關 因為剛才講到說 這網球軸這個東西呢 它其實跟一般的急性運動傷害不太一樣 問答當中有講到說 是不是運動選手容易臨患症疾病 其實反而運動選手 年輕力壯不太會 那為什麼年紀會造成這樣子的一個疾患 在做一些比較出眾啊 或比較負荷力比較大的活動的時候 其實對於我們的肌肌 都會造成一些非常微小的傷害 只是當我們年輕的時候 身體自行癒合的能力非常的好 所以你還沒來得及 造成真的累積性的傷害的時候 我們身體的組織就自動的 修復完成 對 修復完成 那隨著年紀增加 我們修復能力就變得比較差 所以每次造成的一個微小的傷害 修復能力卻趕不上造成的傷害的時候 日積月累之後呢 過了一段時間 突然一個動作不對 或者是不正確 就造成長時間的停泊 OK 所以也就是我們的 隨著年紀到修復能力 已經慢慢慢慢下降 不斷的過度使用這些微小創傷 不斷的累積 但是修復程度卻趕不上 加上突然某一次的事件 它就產生了這一個計畫 對 沒有錯 所以我最近常常會 這邊痛那邊痛 代表說我年紀是大了 那時候就太危險了 要好好的保護身體 對 我年紀大了 所以說學長剛剛講到啦 我們如果得到這個網球軸的話 是不是我們就是 就是讓它充分的休息 讓它有時間可以修復 這樣就OK了呢 那另外就是我們常常說 這個網球軸 究竟是不是像我們一些其他 是一種發炎的反應 還是說它其實有 其他的原理所造成的 網球軸跟一般的運動傷害 特別不一樣的地方就在 我們年輕時候的即興的運動傷害 差不多兩個禮拜的充分休息 就可能就完全好了 網球軸一旦你離婚喔 你可能覺得好像在怎麼休息 都不會特別的恢復到以前非常完好的狀態 是不是就可以預防 什麼叫預防 就是這件事情還沒發生 但是一旦發生了網球軸這件事情之後 其實單純的休息 其實真的還是不太夠 另外的話剛才有提到發炎的情況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 漂亮的基件 我們那纖維都是要非常的平順的 每一條纖維都非常的平行 但是當你換了網球軸之後 把這組織拿去顯微鏡下看 你會發現這個基件的組織都非常的雜亂 所以這些基件就比較沒有彈性 那另外特別的就是這些基件 其實裡面看不到 到什麼 很厲害的一個發炎細胞的存在 OK 所以這是有兩個誤解 第一個誤解就是我們網球軸 它如果還沒發生之前 我們可以藉由一些運動啊 保健預防它發生 可是它一旦發生了之後呢 你光是靠休息 它反而可能沒有獲得很好的復原的效果 那第二個呢 它也不是一種發炎的反應 它是一種微小創傷累積之後的一種傷害 既然沒有辦法這樣只靠休息來復原的話 什麼樣的方式可以來幫助我們這個網球軸 來做進一步的復原呢 我們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說我們的肌肉收縮的一個方向 像我們網球軸啊 這個外科 這就是外科嘛 它上面附著的肌肉呢 都負著啊 讓我們的手腕啊 以及手指頭啊 可以翹起來這些動作 在肌肉收縮當中啊 我們有兩種運動 一種叫做 向心的收縮 一種叫做 離心的收縮 那向心的收縮 大家可以比較容易理解 例如我在拿啞鈴的時候 慢慢的彎曲我的手肘的過程當中 對我的二頭肌來講 就是一個向心的收縮 那離心的收縮 既然今天是羽球密碼 我這樣解釋好了 當我用力揮拍的時候 欸 我用力揮拍過程當中 我總是 手要停下來嘛 對不對 少是不能這樣 打到我自己 阿讚 這個手要停下來這個過程當中啊 這擴背肌啊 做的就是怎麼樣 所謂的一個離心的收縮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往前揮拍 我們的擴背肌慢慢的在拉長 但在拉長當中呢 它其實有慢慢的阻抗我們的手啊 要慢慢的停下來這個動作 這對我們擴背肌來講就是 離心的收縮 那這個離心收縮大家就聽到一個重點喔 它對於我們的身體的一個動作的緩衝 以及保護我們身體啊 不要有過度的一個角度的關節活動的一個 造成的運動傷害 其實是非常的重要 那更重要的就是呢 因為它對於肌肉的張力呢 遠比你向心收縮還要來得大 那來得大的情況之下呢 它就可以幫助把我們肌腱啊怎麼樣 那些啊雜亂無髒的一些組織啊 就是可以把它慢慢的拉長之後呢 破壞掉那些不健康的組織 讓你這些組織可以變得比較平順啊 然後像我剛剛講的 每一條纖維呢 都很滑順 就像以前那個吸髮健管一樣 五六六 這樣很順 對每一條吸纖維都非常的順 這樣的情況之下 吸腱才可以恢復它的彈性以及它的健康 那我們就不多說 我們直接來進行怎麼做這個運動 等一下齁 在你示範之前啊 我先跟你確認一下 我的理解有沒有錯誤啦 你剛剛所說的就是我們一種 離心的動作啊齁 就是一種捷抗齁 沒錯 就是類似我們要踩煞車 把我們一種正在運動的動作 踩煞車這種的動作 這種就是所謂的離心的動作 離心的動作就可以幫助我們身體 進行一個修復 讓剛剛我說 5566讓我們這些基建變得更加的平靜 沒錯沒錯 其實我是希望由你來示範 太棒了 吹一張嘴 太好了 那今天既然是羽球密碼 現場沒有啞鈴我拿球桶 OKOK 不錯不錯 我們的網球手啊 它這個造成的就是我們外科眼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外科呢 副左就是讓我們的手腕啊 以及手指頭 翹起來這個動作 所以我們反而要做離心 那怎麼做呢 那我們就是 手肘要靠身體 對手肘90度之後呢 那我們第一個動作就是 掌心要朝下 那我們拿著啞鈴 OK 拿著 然後慢慢的就是 往下彎曲 對動作重點要慢 我們來再一次喔 慢慢的彎曲彎到底 彎到底彎到底之後呢 之後呢 撐個10秒鐘 撐個10秒鐘之後呢 你用你的左手 把這壓鈴 拿開來 好那慢慢的恢復到 原來就是 手腕是打直的動作之後呢 再做第二回合 再慢慢的往下彎曲 彎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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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撐個10秒鐘 對 對 那我們就是 早晚各做個10下 最基本的 轉機車油門的那種 往下對不對 往下 對對對 往下沒有錯 沒有錯就是往下 OK那快速review 首先手要先夾在一下 然後加90度 然後伸直 然後我們早些要朝下 沒錯 那接著呢就可以拿著我們的壓鈴 或是一些中路抓著 然後抓著之後呢 那我們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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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往下往下 然後往下之後呢 就是可以把它拿走 然後持續個10秒鐘 早晚各時 最基本的 最基本 10秒10次 對對對 雙10 對對對 那它有第二個動作 附著在我們外科呢 除了讓手腕上伸 以及就是 手指頭翹起來以外 它有另外一個動作就是 它可以負責讓我們怎麼樣 手腕啊怎麼樣 掌心從 向下 變成 向上這過程的動作 的肌肉呢 也是附著在我們外科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要做 相反 所以相反的怎麼做呢 來 一樣 手肘靠身體 那我們這邊啊 手肘撐90度 好 OK 手腕倒直 握著啞鈴之後 然後一樣慢慢的 從掌心朝上呢 慢慢的轉到 朝下 沒錯 就這樣子 撐10秒 1 2 3 6 7 8 5 對OK 然後把它拿出來 拿出來 沒錯 然後也是 14 14 14 10秒14 早晚 沒錯 最後一個動作呢 就是這樣子 就比較簡單 就不用啞鈴 就是 從掌心一樣 手肘靠身體 掌心朝上 好 手腕打直 慢慢的 盡量 想要摸到自己的肩膀的感覺 OK 然後盡量 往肩膀靠 時間盡量往肩膀靠 好 那最後呢 一樣 要撐個10秒鐘 對 10秒鐘左右 撐完10秒 也是14秒鐘 對 放下來 15秒 好 然後再做個 第二回合 對 撐個10秒鐘 好 好 所以總共就是這三個動作 第一個就是 轉機車油門 不過就想反方向 就往下轉 對 那第二個呢 就是 反方向就是 一開始要手心朝上 對 對 要手心朝下 第三個呢 就是要盡量的 攻著手 然後慢慢我們肩膀肩膀 這樣子 盡量這樣撐住 然後撐個 10秒鐘 然後再放鬆 沒錯 其實就是人家說的 那種感冒用濕濕 這個叫早晚用10時 對 早晚用10時 對對對 就是一次要做10下 然後每一次都是10秒鐘 對 然後早晚各10下 對 早晚用10時 早晚用10時 好好好 第二次 我像很常常聽到人家就是說 就是又去打那種超音波啊 或者是正波啊 或者是電鳥啊 其實那種方法 到底有沒有效 是可行的嗎 超音波 跟體外正波 它們其實都是一種 深波的概念 什麼叫深波呢 就是說我們肌腱不是像 我們剛剛講的嗎 像頭髮一樣嘛 一條一條的髮濕 那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很像我們吉他的弦 那這些 音波啊正波就是要怎麼樣 震動這個弦 那這個弦怎麼樣 可以波動 那波動這個弦之後呢 它希望在波動的過程當中 就可以清除掉這些 排列的比較不是那麼漂亮的 一個組織的情況 不過我們的正波的能量 比起我們的超音波的能量 來的強 所以做起來的話 變換會比較有感覺 效果相對上也是比較好一點點 那除了剛才講到的 欸 耳熟能詳的超音波 以及體外正波以外 像是現在很多人會做 所謂的高能雷射 雷射打進去 欸 這個特殊的光線打進去細胞之後 細胞會把這光線啊 轉換成一種特殊的熱能 那這熱能呢 也是一樣可以破壞局部的一個 比較不健康的組織 達到一個 修膚的一個效果 還有就是所謂的真身療法 那真身療法呢 就是使用那種 比較高濃度的葡萄糖液 那這高濃度的葡萄糖液 會有個效果 它也是一樣 使用一個高滲透壓的一個原理 去破壞掉局部一個 比較不健康組織的狀況 所以其實齁 感覺概念都有點像是 所謂的砍掉重練的意思 對對對 那還有就是所謂的 PRP PRP的全名就是 字體的一個濃縮寫小板寫輕易 那這個東西呢 一樣 它的局部注射呢 目的也是要達到一個 局部讓組織可以自行修復的功能 那這幾種治療的方式呢 其實都是為了怎麼樣 讓我們的基建 可以慢慢慢慢的修復成一個 比較健康的一個狀態 剛剛學長提了很多種這種 醫療上面的治療方式 可以聽得出來 它都是先破壞再重建 就是把那些不好的 問亂的這些基建 這些組織把它給破壞掉 然後讓它可以進行比較 完整這樣的 字體的修復 那學長這些 剛剛所提到的這些 醫療的部分 以及你剛剛所教我的 那三招 早晚時時 那這個部分 有沒有什麼樣 俗優俗烈 還是怎麼樣搭配比較好 其實我認為齁 還是主動的實時效果 還是這樣 為什麼實時 這個離心的時候說 它本身是可以達到一個 破壞的效果 那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維持你的一個 基建的一個彈性 我相信啦 維持健康還是要付出一些代價 有時候躺在那邊很舒服的做 超音波啦 震波啦 電療熱療 我相信這些效果 不及我們這些所謂的一個 主動的一個 復健的訓練 還要來得有效 我們主動 還反而比我們這些 被動來得更加的重要 還沒錯 而且主動還不用花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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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剛剛學長 已經提供了我們 包含我們主動的這些 實時這些動作 也提供了我們這些 醫療上可以協助我們這些 包含震波啊 然後包含超音波啊 這些高能治療等等 還有包含說高濃度的葡萄糖 以及PRP的注射 那學長有沒有一些病人是 所有這些復健啊 這些知識這些主動被動 全部都試過了 但是還是沒有效的病人 的確是有這樣的病患 以我們骨科醫師的立場 就只能安排所謂的手術治療 那我們手術治療呢 用的是所謂的一個關節鏡 那其實關節鏡的概念是一樣 我們就是內視鏡進去看之後 看到一些比較不健康的肌腱組織 也是破壞 藉由病患呢 在我們徹底的破壞之後呢 它可以慢慢的一樣 搭配術後的一些離心收縮的訓練 組織呢 再生成一個叫健康的一個狀態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比較特別就是說 因為像我們剛剛講到的就是說 病患的一個組織啊 它自行恢復能力比較不好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會造成一個反覆腺疼痛 那這反覆腺疼痛 其實現在放射科很厲害 就是我隔壁的王國醫師 現在有一些 可以做所謂的血管酸菜 感謝學長 那這個部分我講一下 非常謝謝學長 剛剛跟我們解釋了 這麼多關於網球軸的知識 觀眾們跟我一樣 也有一番非常不一樣的理解 有更多的收穫 以及這些薪資 那如果說各位觀眾跟我一樣 都有這些非常多的收穫 那也非常好奇 接下來一些其他樣的節目的話 敬請期待下一集 下一集大概會 請到我們 統醫師 球團相關的 一些運動防護 相關的一個 陳大骨科 許凱然醫師來我們的節目 再一次 謝謝大家 語球密碼的觀眾 那也謝謝 我們柯醫師學長 跟我們帶來 那麼精彩的節目 第一個就是我們 手要先切掉 油 毛 快點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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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